TIK 味道料理 幸福致味 享受 捷州好不好 我是小琪 我是阿琪 琪姐 青哥的乖乖 就好 大家好 今天这个的是 是減肥的惡魔 這個叫做是 摩擦皮拉米蘇 咖啡偶怕我餓 皮拉米蘇它在原意裡面 有一個帶我走的意思 它的把我們的義大利文翻成英文 會變 皮拉米蘇 對 然後它有一個意思叫 Pick me up 喚醒我 因為它 喚醒我的靈魂 皮拉米蘇它的原本是用咖啡 對 所以可以提省 提省 對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做 好 抹茶 皮拉米蘇 漂亮的材料 抹茶粉 熱水 麻糬卡棒乳酪 糖 鮮奶油 餅乾 草莓 首先我們用到的是一個叫消化餅 先把它放到這個裡面 然後請琪姐幫我把它打碎 打碎喔 對 趕快把它打碎了 沒有耶 還沒耶 那同時呢我這邊調一個 一個提拉米蘇的內餡 現在有進來 只看我琪姐用這個壓碎的動作 就知道它的這個 功力到哪裡 不是 脾氣到哪裡了 這個如果我示範的話就不一樣了 老闆示範一下 我算粗糯了 這跟性地有很大的關係 我答應喔 我答應喔 意外性地很好 然後把鮮奶油從液態打到變固態 然後這時候 我們的麥克風 麥克風是什麼 一種乳酪 乳酪的喔 對 這個去烘焙行啊 或是像一些 什麼叉蓮便利工店都買的喔 對... 要放那麼多的那種什麼 麥克風的喔 麥克風 要放幾塊的 多過麥克風 放多少的鮮奶油 對 好 攪拌均勻我們就備用了 這些東西好像都是 生的 這樣就可以吃的嘛 對... 因為傳統的提拉米酥 它裡面會再加一個蛋黃 兩瓶就對了 對...兩瓶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 怕有一些健康啊 我會把它拿掉 對... 抹茶粉 我們放大約5克 比較大風 5克 不要副太多春 那是我 妳副太多我就比較幸運了 好 然後放熱水 喔 這是熱水喔 對 熱水 沒有它的結構 喔 是因為它要把它 拌開的關係 對 乾燥汁 唉唷 我這座去日本 看到那個抹茶 沒有太多 就買不太多 好 好 變成抹茶醬之後啊 這個時候比較濃一點 對 沒關係 然後放兩湯匙進來 這要把它拉嗎 對 拉 然後剩下的我們再加 三湯匙熱水進來 然後一匙的糖 然後加糖 對 對 變這色的 好漂亮喔 抹茶的顏色 對啊 清蘋果綠 好 備用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 呃 成品已經接近完成了 完 這剩這個裝盤就對了 對 對 下面 喔 說到這個消化餅乾 這個梓傑老師有說喔 他說什麼餅乾都可以 但是他為什麼用這個消化餅乾 就是因為它本身的味道比較低 才不會影響我們其他 其他的這個味道這樣 對 你如果說用咖啡什麼 很濃的會影響這樣子的味道 這個口感這個做法好像 外面那個什麼 乳酪 乳酪蛋糕 好像也是下面有這個是不是 對… 那乳酪蛋糕我們會再加奶油進去 為了讓它結塊 就變一片 對… 然後把我們剛剛的抹茶糖水 淋進來 傳統的提倡品質這邊是淋咖啡酒 咖啡酒 對 叫卡路阿 卡路阿 它淋這個的主要用意是 讓我們的消化餅乾 也有抹茶的味道 那因為抹茶本身是偏苦 所以我們加一些糖進去 對啦 這次去 為什麼不買抹茶回家 因為抹茶苦 所以我沒買 沒買就沒買了 還有理由那麼多 對 這個等一下 無用再經過任何的加工了嗎 我們就拿去冰 讓它成型就可以了 喔 冰喔 對 起司類的我們碰到冷 它會凝固 你自己會凝固 我們就把我們的成品 先拿進去冰一個小時 好 這是一點前後的就對了 對… 一點前後的 好 好 它就掛平了 掛平了 都沒落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做一個裝飾的動作 好 一樣 因為我們剛剛 中間的餡是甜的 所以現在要降低它一些甜度 奧克的 這是中和的誰 你有過人高戰塔嗎 它的那個餅乾 剛剛中間有一些餅乾就補起來 因為它液態 現在固態就固定住了 Oh my God 好 上面啊 然後我的裝飾裡面 還有 炒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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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一般外面這樣 這樣一口才賣多少 可能五六十萬 一顆 一顆便當喔 我以前為什麼會傻到去賣便當 應該會 那我要賣便點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直接啦 YA 又到了我們 開心的時候 對… 來 湯匙匙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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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去宵遊 用這個咖咖咖 不是 漂亮 不是 要怎麼咖咖 一整個咖咖咖 不然啦 喔 讚… 這冰過 我來吃看看 打起來糕糕 冰過冰過 對 很香耶 還不會太甜耶 嗯 那個抹茶的味道 好濃郁 喔 好香喔 提拉米蘇是這麼的簡單 所以說喔 我們爸爸媽媽當時 自己也可以做提拉米蘇喔 口味你可以做抹茶 做咖啡 就是做你喜歡吃的 那另外的水果 你也可以放你自己家裡吃 重點是做好之後 要變一點煎 他自己就會這個 算是定型這樣 好好吃喔 東西是這樣 所有人生巧 你第一次做嘛 不然你先說 你可以做第二次 做第三次 還可以促進親子活動 可以跟孩子做回來做 跟孫子做回來做 很不錯 來 子杰 我們這道料理叫做是 抹茶提拉米蘇 抹茶提拉米蘇 爸爸媽媽 學到沒了 沒關係 學到沒了 我們的大力電視台 臉書 粉絲頁 上面有我們的食材 有我們的作法 去看就對了 謝謝子杰 謝謝齊姐 謝謝青哥 謝謝各位觀眾朋友 結束和料理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